这是一种美味的方法 去帮助孩子学习减法 您可以用一种他们喜欢的食物 像是面包可以被扒成小块 举个例子 您可以放六个小块在孩子面前 并问 这儿有几块 孩子可以数着并说 六块 您可以给孩子吃两块 然后问 那现在剩下几块呢 孩子可以数着并说 四块 您可以回应 这就对了 你本来有六块 吃了两块后 还剩几块 孩子可以说 四块 你可以用不同的数量 反复地做 这是一种有趣的方法 可以帮助孩子了解减法 可以帮助孩子了解减法 我可以给孩子 最后 我应该帮助孩子 给孩子 台下